今天是2024年9月9日 星期一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 周天卫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我们会讲一下 第一是社工注册局终于撥乱反正 第二我们会讲一下 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 特朗普最惨的下场可以是什么 香港经历了占中黑暴 我们经常都说香港政府 需要好好处理香港的三座大山 其中一座就是社福介 社工注册局7月就改组 上任了两个月的新任主席 许忠胜就立即交货 他在早两天9月7日 出席电视节目的时候就说 他说同社会大众 详细地交代一下注册局的做法 包括将会在社工工作守则 介入维护国家安全条文 他说如果有注册的社工被检控 就需要立即通知注册局 他说如果相关人士被定罪 就算社工的牌未到期 都会抽出来独立处理 如果涉及相关严重的罪行 更加会终身停牌 另一方面 非法初选案就过了求情阶段 等着判刑 许忠胜就说明 他说案件部分被告是社工 他们的个案会抽出来 在开会的时候处理 而大家最关心就是续牌的问题 他更加透露 目前就有10宗案件倾向吴族牌 部分涉及非法集结或暴动案 还有2、3宗已决定吴族牌或停牌 这些未必关于国安案件事 但被人的观感就是罔顾法纪 至于涉及暴动案重审的 黄社工陈鸿秀 已经被剔除了 在纪律委员会被选委员小组的新名单 许忠胜就强调 没有考虑人选的政治背景 陈鸿秀被剔出来 是因为他的公众形象 不认同这样做 是未审先判 列了这么多社工注册局 终于做的事情出来了 只想说一句 就是市民真的忍了很久 这些事情一早就应该要做 这次真是迟来的春天 当我们想回过去十年 社工界真是乱七八糟 早在2014年的违法占中 习警社工曾建超 不止是被过钉牌半年的惩罚 还当选社工注册局的成员 至于在占中做十死事的邵家俊 因为煽惑他人作出公众防摇罪成 判监八个月 但是就依然可以一直在做社工 另外在2019年的7月黑暴期间 社工留家动 涉嫌阻差办公而被判监 同样都可以续牌的 这些例子真是得人惊到一个点 曾经的社工注册局 对外标榜社工是专业资格 对内就松手到家零一 玩政治玩到极致 犯了法都饮你续牌 打着民主旗号想点就点 直接令社工注册局的形象插水 社福界乱了这么多年 去到今年的7月改造 我们才见到正本清源的曙光 我们恳请新生的注册局 继续要努力把关 掃走所有失德失格的社工 令到香港人 不用再受黄社工的摧残 我们讲完香港的社工界的曙光 我们看一看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可能面临什么的绝望 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的直路 如果是看主流媒体的报道 特朗普落后的形势就越来越明显 共和党的重量级人物做过副总统的 Chini 就高调地倒戈 宣布支持民主党的賀錦麗 同样是共和党的要员Chini的女儿 Liz Chini 都公开发表类似的言论 爸爸的Chini 就说得很直接了 他说 在美国248年的历史里面 从来没有人被特朗普对国家构成更大的威胁 他还说支持何錦麗 是把国家摆在党派之上 这个说法反映美国精英公开承认 美国撕裂得太紧要 被特朗普做多届 不止是渣都没有 撕裂会继续恶化下去 在生死存亡的时间 被党友公开地拆台 特朗普团队当然是发光了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 在喪骂Chini 两父女 他的竞选团队更加是忍不住气 爆粗在骂Liz 可以说特朗普阵营 今次真是很肉酸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 美国有九十几个企业高层联储 表态支持何錦麗 原因之一 就是觉得何錦麗在推动刺激 美国商业投资 确保美国企业 可以在全球市场的竞争 甚至获胜有戒职 这一点可能大家都未立即可以理解 但当你提一提 特朗普刚刚好囂张 他说如果真的选赢 会对不用美元的国家 加征100%的关税 什么叫做不用美元的国家呢 推近Ambridge的中国 俄罗斯自然就有份 还可能包括盟友印度 随时加上中东 和全球南方国家 如果这样做 美国会得罪多少国家呢 会不会有几十个呢 会眼白白没有了多少的大交易呢 看见特朗普越说越激 打算用关税 推倒美国对外的经济秩序 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 那么多商界人士见过鬼怕黑 不想你特朗普赢 临近大选才公开对你一夜 美国不同阶层出手反特朗普 对于他来说 当然造成不少麻烦 但他只能够用更激的言论 包括经济民生道德等等的问题 希望固定他的支持者 这一点就是Dick Cheney 所说 特朗普对美国的破坏力 这一点不是吹出来的 而是美国人经历过2017年 去到2021年特朗普的统治 总结的惨痛教训 在这个互骗的时候 美国纽约法官 以避免影响大选做理由 将特朗普暗口废案的判刑日期 由原本的9月18日 推迟去到美国11月大选之后 大家都记得今年的5月 特朗普在暗口废案的34项 罪名是全部成立的 偏偏特朗普在等法律制裁的时候 一次又一次借这宗案的审讯 赚足人气 现在将判刑的日期押后 表面上就好像法官所说的 避免影响大选 但当你想心一层 不少人质疑 美国政治挂税的司法界 是否等选举结果 特朗普选赢就不用坐牢 如果你选输 是否用坐牢跟你慶祝一下 我不知道 不过你们大家自己想想 无论怎样都好 特朗普今次又多了一个 不能输的理由 肯定会更加疯狂 对中国会说更多废话 为美国大选更加增添 很多的欢乐气氛 大家继续要留意 我们会继续跟大家update 今天焦点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